HLOOKUP好了 如果沒辦法變動 那你就一定要HLOOKUP 可是呢 如果說 你要把它可以轉成垂直的話 那很簡單嘛 Ctrl C 把這個範圍先複製對不對 游標放在旁邊好了 追欄這裡 一樣用選擇性貼上 再一個選擇性貼上 在這邊有一個什麼 轉字嘛 OK 按確定 他就轉了 OK 就這樣子 不過 可能也是小技巧啦 可能 有些同學知道 有些同學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以前不知道 那以後你就知道就好 反正就是這樣啦 訣竅有些時候 可能我會覺得說 有些功能 我會認為是應該知道 但是有些同學好像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我做很快 同學說 老師這東西啊 你怎麼做我唯一眼 還沒看清楚你會在 我想這不是應該都會嗎 我會有時候 這個地方的話如果不會沒關係啊 你就是 把它學起來就好了 OK 所以 如果 藍位名稱在上面 那我們就是轉方向 再不然的話呢 我們就是 利用剛剛所講的 這個地方 用Hlookal來做 那比如說像 這邊有一個 練習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查到什麼 CZ2這個產品 它的入庫數量 CZ2在這裡 入庫數量在這裡 它的單價在這裡 那如果我要查出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插入函數 入庫數量 你就找什麼 找那個 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話 記得不要用V入函數 用 這個 Hlookal 所以H開頭 這邊 按確定 它會問你一樣 你會發現 跟那個 V入函數幾乎快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藍變列 藍變列 其他都一樣 第一個它問你說你要查什麼 查CZ2 或者是說你這邊可以直接 乾脆自己打CZ2 CZ2 然後呢 前後請你自己要加雙以後 因為這個 這個地方 它不會自己幫你加雙以後 查CZ2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Table Array 指的是那個 那個什麼呢 資料表的位置 或對照表的位置 在這裡 不包含 藍位名稱的範圍 在這裡 Roll Index 指的是呢 查一定是查第一列 剛剛是一定是查第一欄 因為我們轉了方向 所以變成最上面那一列 那 這裡面的話呢 你要查什麼呢 查 不是 查回來 的資料是第幾列 因為 比對一定是比第一列 帶回來呢 我希望帶第二列 就入庫數量 所以這邊輸入2 然後再來就是 比對方式完全比對 輸入0好了 OK按確定 它會幫你把CZ2 裡面的什麼呢 這個 25 自動帶到入庫數量這邊 OK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OK 25 那單價的話是多少呢 其實你有幾個方法 要不怎麼樣 把這邊複製 取消 貼到單價這邊 然後呢改什麼地方呢 把第2列 有沒有改成第3列 因為我們要的資料本來是那個什麼 入庫數量在第2列 因為它有123列 對不對 那我要的是在第3列 所以 把那個列數 改成3 按打勾就可以 有沒有 588 OK 這樣就完成了 但是 這地方的話呢 當然 還可以再做那個 更自動化 什麼意思 如果你希望向右填滿 自動完成的話 就跟剛剛一樣 剛剛不是向下填滿 它會自動抓到其他的 但是這裡的話 你可能要 改一下什麼 這邊2 你可以用什麼 向右增加的話 向下是RAW 向右 是欄 欄的話呢 如果你要引用的是 比如說2 3 哪一欄的話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叫COLUM 在下面可以練習 插入函數 可以用那個COLUM COLUM COLUM沒有S COLUM 按確定 你直接按確定就可以 不要給他任何的 這個值 你會發現 你向右填滿 有沒有 2 3 4 5 6 有沒有 他會抓到的是 你現在在第幾欄 當然如果你要更自動化一些些 其實只要23就可以 把這個 放到這裡面 那自動向右填滿 所以你可以在公式裡面把2 改成COLUM COL 自動會出現 COLUM 然後呢 小瓜糊給他就可以 他會抓到 剛好第2欄 所以把第2欄的結果 放在這個值裡面 按打勾 那他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他會抓到剛好什麼 這邊COLUM變成3 自動抓到 下一列的資料 OK這個大家 順便講一下 Raw跟COLUM 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 在很多工作裡面如果你要自動去抓到 某一些相關的連續訊息的話 你可以從Raw跟COLUM 去抓到你要的這個值 那再來底下的話 這個應該也是 H才對 因為呢 我們的欄位名稱 還是一樣是在 左邊 有沒有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查查詢什麼呢 查6萬5 所以 在6萬5裡面呢 我希望 把提存率 帶到這邊來 6萬5我怎麼查 有沒有特別重要 這個是要查詢的範圍 有三列 那實際上 HLUKA一樣是查 第1列 VLAN一定是查第1欄 HLUKA一定是查第1列 他不會查第2列 不會查第3列 那我要把第幾列帶回來呢 這是第1列吧 查到 會把第 要把第3列的東西查回來 所以 提存率怎麼帶呢 一樣查入函數 找到那個HLUKA 那查什麼 查6萬5 去哪邊查呢 去 上面的這個範圍 當然不包含 欄位名稱 然後呢 把哪一列帶回來 提存率是在第3列 所以輸入3 比對方式特別注意喔 你會發現喔 6萬5 在這裡沒有6萬5 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找接近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找接近的話 一定只能輸入1喔 如果你輸入0的話 他會出現什麼 完全找不到 就是僅NA啦 所以這一題呢 我們是 提存率的話是找接近 所以 這裡的話請輸入1 按確定 他會幫你把12% 自動幫你帶回來 OK 這裡的話呢 是把這個 他會找到什麼 找到6萬5接近的 那就是 58,001 自動幫你把第3列 的資料 帶到這邊來 OK 那就會產生我們的那個 提 這個 提存率 就是 把這個資料給帶過來 這個是有關 HLOOKUP 的這個 相關說明 那後面還有一個 V路函數 這個我想 跟前面這個還蠻像的 只是換個方向 本來是橫向的 現在變重向 這裡我想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大概了解一下有關那個HLOOKUP 跟V路函數的差異 謝謝